台積電成為題材 在房地產裡面最早應該是新竹 台南他們很早就去了 可是一直沒有這個題材 尤其是安定 新市 善化這裡 可是到了2017年 台積電18廠就開始動工以後 從那一年開始到今天 漲了200% 就是說對100元變300元 是這樣子 因為什麼 那個時候才是真正建商大舉難牽 因為到時開始台南設廠 高雄設廠 現在連嘉義也設廠 整個建商下來以後 台南市就在那一年開始 就這一個區塊 漲了將近兩倍 漲了將近200% 這些阿嬤實在說 他們頭前十幾年大家說 南科設在這裡競然他的土地 還在那裡燒 最近這七年來就對了 可以說大家天更 沒睡眠就對了 又在民望就嘴哨目嘴了 例如說是 行搬哪一個功德 不理就 開到最多責任 年輕人返鄉 白漂的年輕人返鄉 除非你就是科技行為 不然我告訴你 房子真的買得很辛苦 你店家要漲說要平易 怕通膨 你也漲得利息半碼 我就奇怪 這些人又沒錢 那隻利息你漲利息 結果他們是在立房貸 你不是加他們負擔就對了 賴清德你們講說他 那21年買了 到現在就賺了800萬 那間房子我告訴你 不是21年 2013年買 你問我就知道 不是2021 是不定期在那裡 因為什麼 警察去騎港我就知道 什麼人在那裡 我騎港2014年 年輕我騎港去騎港 我去騎港騎港 你不看旁邊還有一家巡邏 像什麼 在渣木公園的對面 那時候我就問好朋友 我是沒有問清楚 我問說那時候 那時候他的運輸還沒貴心 那時候有賣處他說 都沒有說對待 我就去警察叫問 我說 市長住 因為本來住在電信局對面 他跟人員家那次 他不怕 別說他跟人家 後面當然人家 警察跟人家很好很多 他就說 有了 我就去騎港 這商品我已經放 放11年了 從2013放到現在 我放2點 我就想說 他總統府來立法院的時候 上一期火山 我就要問問這間 所以不是賺八百而已 我這樣說 但是他做到市長 買一間家也沒什麼 其實沒什麼 所以我們是從這個問題 你可以看到 台南市的房地產 這十年來 我跟你說 就依舊防衛座這十年 差到中間 最少還有140% 如果像議題 南科家是200% 所以大家 你本來有家的人賺 本來沒有家 你現在買賣賣賣賣了 這個店不是只有這個漲而已 你要了解 現在你讓它漲11%上來 那6 7 8 90 還有一個夏日電價 對 那這個夏日電價在 這11%裡面還要再乘以 夏日電價的比例 那就會更高 怕死人 那我們知道台電很難 都已經擠到腳趁頭 都可以沒辦法 沒辦法就砰破 可是誰造成的 就整個能源政策 那當時清德兄在選的時候 他有講過 如果不得已他不排除 不排除 已經不是非核家園這個神主牌 神主牌已經沒有在沾掉 所以清德兄你這個時候要看 為什麼日本受到311核災這麼嚴重 他把所有的核能停掉以後 現在全部重啟了 暫不掉 然後天然氣以後是大漲價 那我們現在不是燒煤就是燒天然氣 太陽能一核四個半到六個半到九個半 不定 氣大漲 那你讓他不漲價 不漲價就大家面對 可是為什麼核能 你偏偏不用 那核一現在是暫停 但機組還在 核二核三 兩人都停了 每年都很快 所以我昨天問院長 院長說那個如果園藝 全世界都在園藝 設計四十年都園二十年 他說園藝會比成本更貴 比我說不會 我通常大家辦來行 你都不是說人來行多少 我說因為你沒精算過 園藝是在安全無疑之下 當然你要土木結構的檢測 機組的檢測 再下去 再這樣開就對了 絕對比太陽能更燙 絕對比你燒火燭更燙 很簡單 核電的是窮人用的電 那你整個政策歪掉了 你不願意去導正也不願面對 那我可以體諒 蔡總統任內的是行政官員 不願面對 所以520 那我們先把你動下來 想辦法先把你停下來 讓520賴清德的行政院長上來 你願意面對 願意檢討 願意認為核能的配比 我們能源的配比 跟我們的政策 願意重新檢討 重新面對 這樣大家就可以有機會 來把這個電鍵停下來 至於撥補 每年超收四五千億 你不是也撥補過台電嗎 這個就可以先暫停 那至於工業用的大戶 該怎麼蓋就怎麼蓋 對不對 所以龍介先生講得很完整 這個洞長 不要綠營的聽到洞長兩個字 又要開始在那邊噴 就好像要指責誰 但是龍介先生講的講法是說 洞長之後等到520 賴清德如果有不同想法之後 是不是改變能源政策 不要再擁抱非核家園 這樣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也許我們電價自然而然 成本降了 就不需要漲了 我們來問一下鄭老師 剛剛謝文介提到說 都已經這個 我母親經常跟他說 那個賽金卡正在要綁 就是他現在講的民進黨 都已經快爆了 你不給他漲會爆 但我認為不必等到什麼賴清德 我有廟方可以解決 我等一下再講 我先回到這個事情的本身 你今天台電跟王美花 你們明明知道你們民謂反彈 然後你出來說服 如果你態度很謙卑 承認自己有問題 大家會體諒 我最生氣的是 呼嚨再呼嚨 你看最近兩個 一個說700度以下 一天才不過增加兩塊 人家問說哪裡 他說那個烘焙房 烘焙房發生是個 不烘焙的擺的分店 根本不是這樣 一算下去就知道 要增加一萬多 增加183倍 也不是一天增加兩塊 你如果馬上就破功 他又講說 推出一個時間電價 剛剛謝榮姐已經講了 你那個時間電價 你有體論到老百姓的 晚上半夜 每個人只要烘焙嗎 那個加班費 你完全是脫離現實 更換你那個時間 你沒有考慮到夏天的電價 這才是真正的 你一方面漲價 一方面夏天電價 我在想 台灣夏天的白天 的烘焙房 那是一個什麼意思 這一句話就電爆了 你這電費就爆了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事情 你拿出來那個縮帖 都是一種例外 而且更換這個例外 還是虛的 還是假的還是編的 還是不合乎真實的 你可以這樣子搞嗎 你連老百姓的日常 你都沒有好好的 搞清楚去面對 更何況像我剛剛講 如果極端 又是很熱 然後又是夏天 然後又是漲價 然後又是用電特別兇 那你怎麼辦 這是一個壓力來的部分 另外一個很大部分 那個承受壓力 當然我也看到企業家 在剛剛叫的 是他們也會增加負擇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兩個東西 他們生活上是比較富裕 日常生活他們家裡的店 他們可以承受得起 小老百姓日常生活 漲價都已經承受不起 第二個 這些大企業他們有機制 他們掌握產業的上游 他們可以轉嫁 他們有生活生產工具 那個轉嫁誰吸收 就是那沒辦法的小老百姓 所以你想想看 小老百姓日常生活已經很拮据 增加電費已經承受不了 然後再沒有能力承擔 如果這時間到 我來告訴你怎麼解決 就是我剛剛講 第一個完美花 如果你們認為說不會增加 請國家的所有的單位先做到 按照你那個方案 所以你就要省 如果你做不到 王美花拿你家的錢圖來貼 你不可以給他編預算 他們說可以做到 漲一點點 你不要編預算 你做未夠 叫什麼叫百姓來做 這個就是騙人 第二個 那個虧損 我已經講了 民進黨只要宣布 這次漲11% 我們從此開始掃貪11% 掃污11% 你如果減貪減11% 國家就出來了 至於過去虧損的 你會再宣布 我們自動捐獻11% 過去攤的多拿的 什麼雲爆 全部捐出來 這不就解決了